2乘7以上 在主場只有1乘賽 所以把拉回來在右半邊 非常的深遠在警戒區這邊跳起來 沒辦法 SOLO SHOT 溫傑炸裂右外野的楊春炮 哇 幫助中英兄弟在開賽就取得1比0的領先 本賽季的第六轟 哇 連續兩天敲速拳雷倒 昨天在這個熱天球場也擠出一支拳雷倒 哇 這是布萊威來到中指所挨的第8拳雷倒 來看一下這個靜雷點 變化球 中間稍微偏低 但是沒有太大的位移的變化 有點 比較接近是這個布萊威的這種卡特球 但是感覺上我已經變減 有減緩但是沒有產生位移啊 陳文傑不但是連續死 緊急換上郭俊麟要來上場中繼投球 今天可能要負擔比較長的一個局數 進攻機會凌晨勳 直接就讓打者回一棒落空 147公里的速球 先三針掉的凌晨勳也凍結住現在滿累的局面 變化球 球數兩好兩壞 直接使用變化球 再讓打者變成人體電風扇 再來1K 哇 郭俊麟在上場要來拆炸彈 連標兩張老K再過一關 來 前次的進攻就是獲得出身球寶送上的 這一棒出手打成了在左衛方向的飛球 滿深遠的左外野手已經是就定位 在警戒區前面完成了接殺 跨解這個半局滿累的一個失分危機 郭俊麟真的是猛虎下山啊 化身為反將 先翻上來投手過去也跟他有 滿多的這個搭配的 王耀玲在這個賽街轉戰到了衛拳龍隊 這個球打力是不錯 可是遭到了接殺 那剃補接替了 方家翔在先前就上來守備 這場比賽第一次戰場打擊區啊 不過積極攻擊的結果沒有打好 界外飛球啊 有三類手來接出局 兩出局啊 哇 這個球沒有出棒啊 那就是再見三陣比賽結束啊 再來兩隊呢 本週今天揚冰 因為在我們先看這一球考驗的是金凱 接球只有站穩的再傳一壘還是來得緊啊 出棒打成了一個飛球 距離不夠遠喔 是由游擊手來接 兩出局 輝棒落空 遭到的三陣啊 也結束了這場比賽啊 這是一個再見三陣 那最終呢 統一7師隊就是以10比1啊 打敗 哇 打好高喔 這個球誰要接 看來是剛上來的才成為就有事情做 輕鬆的接上 喔 這個球應該是安打的喔 吃頭啊 明顯偏高 只是感覺這個球這麼高 好像還是打出去喔 對 多有這個球帶出去啊 外野的飛球 不過玲玲已經掌握住了 兩出局 對 一 二 二 二 飛棒落空 再見三陣 比賽結束 那热天桃園在主場啊 接眾的是